小黑屋成为主播赛道之光 压力给到了AG跟涛博 李治安赛后一番话引争议 刺痛直言 你狂你就要输比赛 敢黄就敢输 你完了 狂起来了 Gamini被迫奶了一下AG 能不能赢主要还是看AG的状态 就在昨天挑战者杯又出现爆了 原以为已经拿到 KPL临时席位赛的BOA能进四强 没想到这波上上千 却变成下下千 磨合了这么久的一支队伍 输给主播队 说难听点都可以原地解散了 不过这也让张大仙松了一口气 XYG即便明年春季赛成绩一般 大概率还是能够留在KPL 而这场比赛 李治安赛后一番话引争议 他已经狂起来想要打败AG或者是涛博 刺痛则是直言 你狂你就要输比赛 现在大家采访都比较低调 真的是有原因的 这场比赛打完 下一场我们要碰到的是 成都AG车玩会和长沙涛博当中的胜者 在上半区 其实还有重庆狼队和博山DRG 四支队伍最想跟谁交手 跟DRG吧 DRG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能打到 打到别的赛道的队伍的话 就说明我们已经是亚军了嘛 就是保抵亚军了嘛 对 然后打狼队的话 上一次被狼队给平退了 说实话 感觉压力有点大 好吧 打DRG 我们上一次打了一个2比1嘛 对 还想报个仇 你完了 知道为什么那么多KPL选手来台上采访 每个人都那么谦虚 那么不敢放狠话吗 因为只要你一狂 敢狂就敢输 你完了 狂起来了 狂起来你就完蛋了呀 谁让你狂的呀 不要太狂啊 小心一点 然后就是Gamini被迫买了一下AG 因为他旁边坐着的都是AG人 甚至林甲南因为他说看好涛博 直接说梦内买单 只能说Gamini六连败已经深入人心 属实是太亏贼了 就是一半啊 明天有一说一涛博的声音是要比AG 真的啊 我都下了 说实话 你从来是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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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拿起来不一定了 你说 说句实话 说三面看好 看好涛博 对 我们就今天买单 不用看好 你看看就已经够了 关键是他内心确实也是看好涛博 他哪一次不是内心看好 他今天也是看好 总的来说 小黑屋确实是完成了当时被认为不可能的事 即便倒在四强 也心满意足了 自然不怪李志安这么狂 至于AG跟涛博谁晋级四强 个人感觉AG赢得概率更大 当时涛博之所以能赢TTG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轻敌家状态不好 AG可不会给这几机会 不过并不是说涛博一定会输 毕竟AG也总是在关键局掉链子 比如拿出科研阵容 最后大家觉得 AG能赢涛博吗 小黑屋还能更进一步吗 谢谢大家